hello大家好 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 今天我来拆这个月SHF龙珠魂线的新品 机械弗力萨 这款是小体型的大王首次在宽布使用了新素体设计 因为剧情的关系也附带了比较有特点的配件 稍后我会详细介绍 首先还是先看外包装 SHF龙珠包装有画面的侧风其实和正面图是一体的 握索性就一起给大家展示吧 能看到大王自信的pose和玩具的细节图 靠下的位置标出了这款是越南制造 钢板使用银底红毛贴 盒子顶部 底部是大王不同表情的细节图 封底是官图的大集合 说明书依旧印在两侧的纸板内部 戏图包有两层 第一层中间是主体 左侧替换头部和替换手型 右侧是被劈开的大王的身体 其他地方还有尾巴和支架 第二层吸塑包装的是支架的底座 配件方面还是先看头雕 一共有四种分别是自信表情 咬牙表情 坏笑表情 以及生气表情 其实大王这次头雕在官图出来的时候 我就不是特别喜欢 实物到手一看 果然真的不喜欢 我个人的感受是没有延续最近的几个弗丽萨那种超高的还原水准 反而像是有意无意的像第四形态那样比较老的刻画方式去拷拢 简单说就是五官位置不太考究 比例也不算好 在表情的选择上我也不太满意 斜式表情 瞪眼惊讶的表情这样让人印象深刻的都没有入选 而入选的咬牙坏笑这些处理的又太过平淡 总之是有一些失望 不过就像我以前说过的 玩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给我们一个观察角色细节的机会 以前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机械大王的构造 拖这款的服务 这次真的是看了个够 原来机械部分的右耳和左耳的造型是有区别的 机械中间还有一个突出来的东西 大王的额头上也有战损的细节 头上还有一排绿灯 它们是什么功能呢 弗利萨科技标志性的护甲也做到头部上去了 真的是满满的科技感 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鸟山明先生的才华 刚才看到的绿灯和条纹这两个部分都是替换件 其他的头雕没有配备 需要自己把它们换上去 手心方面有一对握拳手 一对技能超新兴的手心 为了做这一期我简单回顾了一下动画 动画里机械大王的戏份比漫画真的丰富太多了 上这个动作漫画应该是没有的 还有一对阴着手 一对能量波的手心 这款的左耳左手都是这个甲质 右手是本来的肉体 有一种反差的美感 连接身体的配件还有机械的尾部 上面有两个关节 一个在头部 是一个这样的原装和伤口关节符合的形式 另外一个在中间 设计是类似的 机械大王的尾巴形状扁平 而且我想是为了可动考虑吧 两个接口端都比前面要接的那部分要细非常多 看起来隔裂感蛮重的 关节的活动范围尚可 但是如果转不同的方向 尾巴的断裂感会更严重 好像尾巴的模型本身就是为了特定的位置服务的 除去外形有点可疑以外 安装也不是很顺利 搞得我一度以为自己装错了 但实际上就是从这里插进去的 我建议插的时候小心一点 别插得太狠了 配件最后的这部分就是被批成两半的福利萨了 这部分包含了一个主体 一个透明支架和底座 我先给它简单组装起来 按照说明书 支架要以这个方向插到身体后面的孔里 不要插错了 我刚才就是怼着尾巴的孔一顿输出 然后另一端是玻璃球关要插到底座上 我对万代的玻璃球关是有心理阴影的 轻轻的插进去就好了 而且不太敢乱转 这个大王的四肢和尾巴 与主体上是共用的 安装方式和本体也是一样的 好消息是四肢拔下来都非常的顺利 替换很方便 顺便我们也看一下大王手臂连接处是 类似于庄子的插栓 双腿则是球关连接 这个裂开的身体带着的头部我觉得还原度反而是这款最好的 比较精准的捕捉到明场面的表情 是刚被切开将要分开的一个状态 能多少看到大王的内部 原来是有一层外壳 内部是黑色的 从不同角度来看一下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配件的 而且如果你不介意严格按照明场面的造型来 这个形态的四肢和尾巴也都是可以调整方向的 算是一个半可动的景品的感觉 配件看完回到本体 这款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涂装元素丰富 原本肉体的部分 棕色的盔甲 以及机械的部分的涂装都有差异 特别是银色部分的涂装 金属感十足 很有质感 水口整体修的也不错 就是在肩关节内侧有修整不平的地方 大王有些金属身体上的线条 某一看很像分膜线 但实际上应该就是刻线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这款几乎都是新设计的关节 比较有特点是三角肌这里和金属古拉同款 是可以活动的 相比老一代不会暴露关节影响美观 还有一个就是髋关节相比老款 丰富了好几层 一部分是方便腿部拆卸 另一部分也是可动和美观的双重提升 身高和身形方面 和第四形态对比起来 差别还是挺大的 可以看到机械不仅高 而且也撞了一圈 两款完全不像是一套玩具的感觉 大王第四形态真的急需要重做了 可动方面低头40度以上 仰头几乎做不了 而且脖子缝隙也很大 左右扭头的角度都是30度左右 头部可以旋转360度 测评局把肩部抬高可以到水平线以上 可以看到肩关节是一个山口加类似的长庄球关的设计 过渡到上去也非常丝滑 大臂处可以旋转360度 小臂同样可以旋转一周 手肘弯曲刚刚超过了90度 前臂举多少有点受胸肌的干扰 但是仍然可以到双拳紧贴的程度 也是多亏有隐藏的蝴蝶关节的帮助 另外深色漆面的部分给我感觉不太牢靠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 应该是刚才把玩过程中留下了划痕 鞠躬角度30度左右 后仰幅度比较大 45度 不过幅度太大的话 腹部的缝隙也很容易暴露 胸腹关节可以做有限的转动 腰部转动范围就打多了 宽关节可以向拉 这样正踢可以达到标准的90度 如果向外踢可以达到视频里的程度 腿向斜后方向拉 也可以接近90度的水准 横插角度100度左右 大腿根可以自由旋转 七关节弯曲可以达到大小腿紧贴 藏在里面的膝盖分件 没有喷一样的金属漆 可能是害怕这里掰得多掉漆吧 怀关节可以旋转360度 上下转动的幅度有限 接地的pose需要调整关节方向 效果还是不错的 最后这款的刚硬打在了圆形地台的边缘地带 SHF机械弗里萨整个体验下来有两个主要的感想 一个是在可动设计上 除了尾部 其他部分比较出色 把扮起来很舒适 而且站立性也不错 配件也够有代表性 但是面雕还原度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身材比例也有疑问 应该是第一形态以来最不像的一款大王了 算是非常大的遗憾 它的定位更像是一个未来少年特兰克斯和之后的库尔德王的双重大型配件包 如果你喜欢那两个 那入手这款还挺值得的 如果你只想收集一款弗里萨 那么这款就比较的边缘化了 不是最好的选择 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紧张掏光点赞转发 有助于我视频的传播 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